今天早上我們也在上水的天平村 截查了有12名可疑人士 當中他們涉嫌因為管有鐵釘、電鑽、白電油 以及一些自製的尖銳的路障 意圖刺穿一些車胎,因而被捕 而被捕人當中有6個學生 一位報稱職業系教師 這個情況令我們非常擔憂 對於有老師和學生涉嫌一起參與一些違法活動 警方感到非常震驚和擔憂 亦希望呼籲教育界的從業員 千萬不要鼓吹、縱容 或者引導一些年輕學生、年輕的小朋友 去參與任何違法、破壞或者暴力的行為 亦希望家長留意自己、家裡的小朋友、他們的活動 更多精彩尽在中國新聞網客戶端 精彩尼、女子狼、祈禮、博物、背景、木尾、絵、艾文 最高的日子、小朋友、小朋友,平米青、車、高雄市、大学院 最高的紅書、小朋友、階、北九、江、石城、石城、柴、百合大文化、